立法會財委會原先安排在今月16日會議 審議政府的長者生活津貼撥款申請 但當局去信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張宇人 要求下星期五、九日再開會議 繼續討論有關的撥款申請 政府發言人說 當局希望能夠盡早實施長者生活津貼 讓超過40萬名有需要的長者盡快受惠 財委會在星期二曾召開四個小時的特別會議 但都未能就撥款申請表決 而勞工求福利局局長將建宗重申 未能夠表決影響計劃的起動期 當局也企硬堅決不會更改追溯期的安排 香港文字記者廖正文報導